好 大家看到恒川半岛最近正在进行军事演讯 但一辆军用的汉马车在晚间行进车程厢时 一次左转时 它没有离让这个执行车 不慎与民众的机车发生擦撞意外 机车是被当场碾在汉马车底下 所幸民众只有轻微的骨折擦伤 送往医院急救之后 并没有大碍 消防接获报案立刻赶赴现场 车程厢抬26线道路跟福安路口发生车祸事故 滴答师 现场几名穿着迷彩裤的阿兵哥指挥 原来是军用车发生擦撞意外 汉马车头底下卡着一部机车 42岁的骑士 左手骨折 脚步撕裂伤 被送往恒川旅游医院急救 幸好意识清楚 人没有大碍 车祸事故如何发生 晚间六点半左右 陆军584旅的汉马车 直行完任务后 南往北准备左转福安路 这时对向机车执行 但汉马车下桥 有着路面高低差 加上天色昏暗视线不佳 发生两车对撞意外 这次军方汉马车疑似没有礼让执行车先过 导致事故发生 详细肇事责任 恒川警方将进一步理清 记者连安平 黄云富 评论报道